每一代iPhone推出都會加入很多功能 相信iPhone 8 都不會例外 其實今年iPhone 8 都存了很多相關的新功能 還有些什麼呢?我們看看吧 首先就是屏幕正面 大家都知道沒有了實體的Touch ID 空間 現在存在有兩個說法 第一種就是整合在屏幕底下 可能在這個位置 將會用Touch ID的功能 另一個說法就是將Touch ID 搬到後面 因為之前上星期也有一段影片流出來 就說有些廠房即是大陸廠的QC在做測試的時候 他們有一段影片流出來就說工人 將手指直接放在這個Apple的logo上面 就會有解鎖的作用 這是兩個傳聞 看看到時是誰 另外一件事就是屏幕 這個位置 存在都會加入一條 類似新MacBook的Touch Bar 這個位置 在iPhone上面就叫做 Function Bar 這個功能BAR有什麼用呢 都會相信會 如果是真的的話 都相信會類似 MacBook Pro的Touch Bar的操作方法 它這裡可以給你 自訂一些 Sock Cut 或者是一些 可以改變一些顏色 各樣東西 接下來就是 機身方面 因為今年 轉了做前後玻璃 因為這個做法有什麼作用呢 其中一個說法就是 Apple打算加入這個無線充電 無線充電 其實都說了很多年了 我相信 由iPhone 4、5 那時候已經開始傳 傳到今時今日 iPhone 7、7 Plus 都沒有 未來的iPhone 8 會不會有呢 相信 那個機會都是頗高的 另外 再看看 還有一個鏡頭 鏡頭今年 因為每一代iPhone推出 其實都會在鏡頭方面 做到很大方面的改善 今年iPhone 8的雙鏡頭 接下來 都會在 人像模式方面 會再加強 還有 像素方面 應該都會 再提高 去到 1300萬像 或者以上 至於 前面的 前置鏡頭 前置鏡頭來講 今年都會 做出一個 大的 大的改進 來講 將可以拍攝 這個4K的 video 前置鏡頭 都可以 當然後邊都可以 還有 還有一件事就是 全鏡會加入 這個 3D的 面部變色 那個功能 都會在前置鏡頭做的 他就說 除了 指紋 解鎖 再加入 這個面部的 變色能力 那你看一看 可能這樣看一看 他就解鎖了 到時 看一看 當然他會 DETECT 你的 臉 scan scan 你的臉 這個動作 全鏡頭 會加入iPhone 8 還有 螢幕方面 方向螢幕的 尺寸就5點 剛才提過 它的機場度方面都會提升到 1125乘2436 比起現在iPhone 7 iPhone 7 Plus 1920乘1080 提升了很多 還有一件事就是 iPhone 8 將會支援 這個 快速充電技術 它全鏡頭會改成USB Type-C的制式 但都是用Lightning的頭 不過它是兼用USB Type-C的制式 就可以支援到這個快速充電的功能 OK OK Mend 絸